OK 那我現在錄製怎麼有效率的來做商品尺寸的編輯 那現在有些平台甚至是購物網站它要求供應商會做一樣的尺寸一樣的規格 那我們舉個例好了 假設我們要做一個寬800高800像素的圖 那怎麼來調整 那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你直接透過我用基本功能 好 基本功能 好 那我把這個圖層打開 OK 好 圖層在這裡 就新增一個檔案 OK 那我們就開始 好 可以自己定義 我們就寬800高800解析度用72 那其他不變我們用透明的 好 那我們再檢查一下 這是800乘800寬 800高乘800寬 那再來就是將我們要做的圖片呢 一一的丟進去 比方說這個JPG檔 丟進去 好 我們就可以調整 我們要做大小 那像這種 那像這種 好像這種一看就知道是 可能是800乘600 呃 800乘5以3 那我們一樣 一樣 再把它丟進去 OK 那我們再去拖拉 要的位置 OK 當然如果都是白色的背景會比較好處理 但是如果呢 像這種 嗯 像這種 嗯 像這種 旁 底 預設是透明的 那我們只要再開一個 新的圖層 拉到最下方 好 用白色的7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800乘800 那 全部我們把它統稱在一個 PSD檔會比較好做管理編輯 比方說 這個是 商品1 點兩下 編輯商品2 那我們在輸出的時候 只要這樣子 好 比方說 我這個就輸出商品1 JPG的圖 那麼我要做第二張圖呢 這次要關起來 輸出第二張商品2 那記得 透明 這個白色圖打開 讓它墊底 好 那基本上就可以完成這個 這個 這兩張 那如果我們要直接透過這個 修改呢 比方說我開這個 檔案好了 好像是800乘513 所以我們要 讓它成為 一樣800高度 就勢必要做一個 調整 那麼可以算一下 513加200 67 好 所以我們就 這樣子調就可以了 更正 我們從板面 這裡 板面尺寸 好 選用Pixel 這邊我們就按800 然後記錄上下同寬 因為我們看 我們舉個例好了 如果我只留上方 它就會這邊 更正 好 這邊 白面尺寸 背景色我們要調一下 來這裡 用白色 好 所以我 我只留 這意思是說我只要上方 那如果 我要全部呢 它就會延展開來 所以依照我們圖片 需要調整的高度 去說 自己的喜好設置 那我們現在這樣 800 OK 它就會成為一張 800x800的圖 OK 解析度我們調一下 OK 這樣也可以做 好 好 那再來呢 就是說 一般 一般美工人員 它會做好的圖檔 都會這樣 PSD 去背 那我們加一個圖層來看一下 好 像這種去背圖檔 我們怎麼做編輯 有時候你只要 拉下來 我們回到剛才的 這個地方 好 你只要把這張圖 透過這個 好 移動工具 把這塊圖 拉進來就可以了 更正 我們回來看一下 圖層這裡 因為我們還沒有選到圖層 記得要選 移動工具 選到該圖層 然後 好 把它放到我們要的 這個800x800 的透明檔案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像這個很多商品 所以有時候說 欸 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 沒辦法置中 所以我們可以多利用這個 這個 持標工具 這個東西 檢視 持標 這裡 好 我們就把它拉 置中 還有一個 磁吸 磁吸的效果在 好 我們就移動 我們要的圖 好 那基本上這樣就可以 快速的做一些 我們要用的 購物商城的網站 然後統一規格 好 好 那以上我們就分享的這個 Photoshop 調整圖片尺寸的方式 大家可以參考 OK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